我们先看一下第九章 第九章讲的是指标的部分 如果你之前有学过C的话 其实指标我们之前都有用过了 就是你在我们在读使用者输入的值的时候 不是会加上N的符号吗 那个就是取位子 所以呢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第一是指标 指标就是在辨数前面加上一个信号 我们就是把它视为是一个指标 那另外一个是结构 那结构的目的啊 其实就是一群辨数的组合 那我们来直接看范例 这是课本 九之一的这个范例 这个地方 那其实这个范例很简单 只是让大家熟悉一下 你的指标跟值 两个的差别 我先看一下 这边有两个变数 一个是A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宣告方式 我宣告一个整数形态的A 它的值是100 然后呢我又另外宣告一个 指标形态的变数 叫做PTR 那PTR呢是等于 去取指标 去取变数A的值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这边有几个变数 第一个呢 如果你要取值 取位置的话 取位置 PTR本身就是一个位置 然后 NA呢 就是在变数上面呢 加上一个AND的符号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位置 那如果变数上面没有AND的话呢 就是 值 那 这个是指标 指标上面呢 如果你要取指标的值呢 就是加上AND 好 就变成两个是反向过来的 所以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所以第一行呢 我们要显示的这个 两个都是值 位置的部分 所以 PTR呢 就等于AND A 去取A变数的位置 那下面呢 是取值 所以呢 我原本是指标啊 指标呢 我取回来就是用AND 去取它的值 所以这个型号PTR呢 它就变成是值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两个就不成立了 重新 按了一次 它跟你讲错误 好 所以如果你是指标的话呢 一定要加上这个 才能去两个去对称 可以找一个信号 好 那A的部分呢 就是原本的值 所以 指标呢 就是 这两组信号 跟AND 这两个的对照 那指标可以用在 韩式上面 所以我们看一下 93的这个 韩式的翻译 中文字幕里面 不得到 那些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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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听 соответ 对 一样了我们上星期有跟大家讲过韩式了 那我们一般的韩式呢 在没有讲指标之前 我们之前的韩式就是长这样子 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讲韩式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样子 那指标呢 你也可以当作是你的韩式的值 宣告方式都是一样的 只是信号 那等一下我们在做iPhone的时候 你会发现所有的参数 几乎都是要加信号 因为它是一个 指标 所以很少 有机会会没有加到信号 所以这个信号大家要慢慢熟悉一下这部分 所以我们有一个韩式叫做Change 那只是Change两个指标里面的值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里面 总共有宣告两个变数 一个是X 指形666 Y 指是888 所以我们把两个 值呢做交换的动作 你看一下 就是在交换之前啊 我们先把值先显示出来嘛 因为是666跟888 那我们之行的交换 那我们换的不是换值 只是把两个的位置把它换过来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X的值呢 我先随便假设 假设一个值 那Y的值呢是 那我们做这个指标的交换呢 就是直接把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里面的值呢 做交换 那就完成了 好所以呢我们在交换之后呢 你会发现 X就变成888 Y变成666 那其实呢 换的方法就这样 第一个呢 P是我的X Q是Y 那我们选到一个暂存 才可以做交换嘛 暂存的值呢 已经把P放在暂存的这个变数 然后我们把 P呢 指到Q 然后再把Q里面的 这个暂存的值把它选出来 这样子呢就是在韩式上面呢 只是很简单的加上那个 信号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 指标叫翻的动作 那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啊 我们也可以把指标用在正节上面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课本九十五页这个 或者十二这个翻译 好的 可以让我住过一人 感谢 我们这把之后再娶个大門 最后的一步 这人想不到 那怎么回事 也好 所以 我们这位置 然后再娶个手 我 你们更去 为很多人就是 我们来出国 我们的 我们看全日无夜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就是我们上礼讲的正列 那只是我们通过指标去针对这个正列一个一个移动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上次讲的正列的存局是 比如说这边有0,1,2,3,4 原本是这样子去取值 比如说我要取第1个 那这个值原本是用整数直接去取它的正列的值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指标 直接用指标去控制 去寻找同一个值的内容 所以这边我们就寻找一个指标叫做 这个PAR 那你会发现这个PAR 就等于这个AR这个变数的位置 我们如果要取值的话 我们要加上点的吧 那如果没有加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 假设我是放在记忆体空间的 比如说我放在记忆空间的 EH E23好了 那这样子过去呢 我的这个位置就会指到这一个 EH23这个位置 那有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下面这个是用寻访的方式 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 就是用I 那下面这个是通过指标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只是去把这个指标的值 加上1 所以 因为 我的起始位置 假设这位是EH23 那我的 这个地方 可能是EH1240 我把它对齐一下 后面就依次这一堆 所以我这边AR指标之后呢 就会取到这个 D0的这个位置 那我就可以控制这个PTR 加 我从0开始加嘛 I++ 所以说这个 这个位置呢 就依序的累积 就是累积加1这样子 只是 上面这边寻访方式 是从1、2、4 这样列 那下面这个呢 是用位置的方式 那就是把位置 一样加1这样下去 好 所以指标跟 变速的用法大致上 概念是一样的啦 只是 你看到的指 一个是 指这个记忆体的 空间 一个是 记忆体存在这个空间里的 指是什么 好 就是两个的差别 那在iPhone上面呢 几乎都是指标 好 所以这个 新号 要请大家 熟悉一下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